我来帮你吧 这个 需要拧下再打开 然后呢 靠在绳索上 检查一下 好了 样样都行的 季老师 总算轮到我教你一手了 不就是爬山吗 我也很擅长 跟爬山 爬树那种 可不一样 比那难多了 我不信 要不我们比比看 这位同学 不虚心是不好的 如果你爬得比我快 我就虚心 来 你流而飞 向前冲 追到彩虹般的笑容 不落空 抱着风 别放手 穿过 穿过 多爱 我 你 别放手 我 你 过来 二 一 二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有规定 上课期间 除了学生和教练 其他人不能进 那我搬上三件卡行吧 东霖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健身呀 金黄老师 陪我练练吗 你会吗 你会多少 我就会多少 行 那你们先练 我去趟洗手间 金黄老师 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彩虹父母不赞同你们在一起交往 我和彩虹之间的感情 与她父母无关 得不到家庭祝福的感情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会一起努力 赢得她父母的认可 明珠阿姨心目当中的女婿 向来都是我 但彩虹喜欢的人是我 我跟彩虹在一起 是宪法赋予的自由 我跟彩虹在一起 是宪法赋予的自由 你又会是宪法赋予的自由 我跟彩虹在一起 我跟彩虹在一起 你去吧 没事 东霖 你也还好吧 我去给你拿个病带 敷一下吧 不用了 你不用管我 没事吧 却让我陷入相遇的证明 回来了 你刚才见到彩虹呢 见到了 还见到了那个季黄 看来我真的要习惯 单身汉的生活了 我就是最爱你 不可 擦嘞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意味着看来 我感觉自己更难过 以为成全了你我会好过 从此却带上了痛苦的枷锁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怎么一直都打不通呀 不会把我拉黑了吧 你怎么得罪他了 也不能算是得罪吧 就是想跟他划清一下界限 可能他也觉得 应当和我拉开距离吧 其实我昨天晚上一直都没有睡好 总觉得心里吧 好像 好像有点空落落的 你说这么些年了 我觉得他已经成为 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他就突然这样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的 总觉得世界上好像少了点什么 现在想起东霖的好了吧 你怎么想起来啊 不是 他上次非得让季篁给他挑鱼刺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这要是哥你 他让夏丰在那挑鱼刺 你还不得上去抽他呀 那人家是因为喜欢你才吃醋啊 其实东霖真的挺好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 你们俩能在一块儿 可是没想到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挺理解他的 其实我心里困唠唠唠的 不是因为没了爱情 是友情 我真的挺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的 也不想大家吧 为了一些小事生了和气 其实你们俩都闹过多少回了 再怎么天翻地覆 都是东霖先回头 要不然 你俩都闹过多少回了 你再挺几天 他肯定扛不住 这次不会了 我有预感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着了 安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 就觉得还挺难过的 因为我爸 我以前还幻想过 他以后会和季皇成为朋友 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小区 一起长大 一起变老 以后孩子也一起玩 大家一起纠结 跟上哪个幼儿园才好 等变老了呢 大家就去一个养老院 没事在外面打打牌 晒晒太阳什么的 最好一起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好了 别难过了 那你人生版图 要不要这么美好呀 光想着东霖 你人跟东霖一起变老 那我呢 我就不在你的人生版图里了 你瞎说 你肯定在啊 你必须得在啊 你也得跟我住一个小区 等到时候咱们就 几家组团 一起去旅游 好啊 那不哭了 哎呀 好了 没事 好 咻 咻 咻